嗨大家我又消失了好一陣子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今天的影片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日本戰利品 那在開始分享戰利品之前呢 我想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因為呢我前陣子要準備出國大概去日本一個禮拜左右 因為我是跟我男朋友一起去 然後在就是自由行 然後只有我們兩個人 所以所有的事情就是行程、景點、交通 全部通通都要自己安排 在出國前呢因為工作上還有一些事情要告一段落 所以呢我就是每天幾乎都一整天 我真的從早上到下班這中間完全沒有休息 就是我一直覺得我上班一整天時間不夠用 怎麼一下子就下午了 所以出國前一兩個禮拜其實我每天都過得非常忙碌 然後連六日都在家做工作的事情 因為我很怕我出國前做不完 所以說就導致我出國前這段時間通通都沒有影片 出國的時候其實我有帶我的相機 然後我也有想說可以錄影 結果出國一個禮拜我完全沒有辦法錄影 因為我每天回到飯店就直接累到睡著 因為其實我距離上一次出國 我上一次出國也是去日本 但是我上一次是兩年前左右吧 去沖繩 這一次是去大阪 那這是我第一次去關西 然後我覺得很好逛 真的很好逛 然後因為我東京是好久好久以前去的 應該有個七八年前去的吧 蠻久以前的 那現在我就不知道東京怎麼樣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就是 還沒有工作嘛 所以你也不會有這麼多的錢可以去購物啊什麼的 但是現在開始的工作之後又自己去旅行 多多少少就是會不小心的買太多這樣 我從日本回來之後都還沒有把它拿出來用 所以呢就是今天一邊跟大家分享完之後 我就會把這些東西都拿出來用 然後之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用 所以現在是晚上 然後大家看到的是我的舊背景 其實我今天原本有買一個新的燈 然後我原本想說晚上拍來試試看 然後剛剛打完之後都覺得非常的OK 燈光很好看 結果它會出現那個水波紋 就是我之後可能會再想辦法換一顆燈泡之類的看看吧 好接下來我們就進入主題來分享這個 全部通通都是我的日本戰利品 其實說實話 我在藥妝店買的沒有我想像中的多 我在藥妝店大概只買了一萬三日幣左右的 呃彩妝品或是其他東西 所以說還有一些是百貨公司買的 我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就一樣一樣拿出來 我先講非彩妝類好了 第一個呢是這個 老爺爺的 這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去日本一定會買吧 就是知道什麼 酸痛貼布 再來呢是這個好像最近也非常有名的 呃發熱的絲襪 然後它就是那種 呃我們冬天穿裙子也可以穿的這種絲襪 但是它是會發熱的 所以你穿裙子就比較不怕了 然後因為我其實也沒有很常穿絲襪 雖然現在還沒有冬天我也不知道我穿不穿得到 但是因為不貴 我記得三四百日幣吧 所以我就買了一雙 再來是眼藥水 眼藥水我這一次買了這兩個 其實我也沒有用過 就是像眼藥水這些他們算是藥品 所以我就不多加解釋 就是讓大家看一下我買的是這一款 然後因為我平常戴影閒鏡嘛 常常有的時候會到晚上 如果你還在外面真的沒有辦法脫影閒鏡的話 我就會用一些這種東西 但是你還是用之前要注意一下 它可不可以在戴影閒鏡的時候滴的眼藥水 因為這其實有分 再來呢是這個 這個呢說實話我也對它不是很熟 但是這個是我之前在Thomas買的 就是同一家的產品 這一款叫做俏正美BB風光影 這一瓶的話是建議一天一瓶 然後我在日本買的這個一罐呢 是建議一天三顆 那這個都算是一些 類似像吃維湯蜜那種保健的東西 但這比較是就是給女生吃的 好再來呢要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最近非常非常有名的早安面膜 這早安面膜其實沒有我想像中的好買 因為我去看 看了好幾間 不一定是每一間都有的 然後我有找到這個呢 他們也是剛好剛補貨 因為馬上都被買完了 這個是早上敷的嘛 然後裡面我看一下 沒記錯是28片還是30片 就是你如果每天早上化妝前用的話 就是敷完就剛好化妝 就是抽取式 有一點點像濕紙巾的那種 我覺得看起來就還蠻好用的 而且因為我身邊也有朋友推薦 我覺得這很好用 所以我就買了試試看 因為如果在日本買 差不多可能350台幣左右吧 但是在台灣也買得到 就是像一些日系的那些藥妝店買得到 只是稍微比較貴一點點 但我覺得還OK啦 因為畢竟你不用飛到日本去買 然後加上日本其實也沒有想像中這麼好買 然後他們最近有出幾個新的口味 還有晚安用的 其實我很想買晚安用的 但是晚安用的那個真的很難買 如果大家知道哪裡可以買到的話 可以留言告訴我 但這個的話就是我 其實還沒有用過 我只是聽朋友說很好用 所以我就去日本的時候就買了一包 後來我買一包會不會太少 就是太保守了 但是因為我最後的行李真的很重 所以後來我就是在藥妝店買東西的時候 都非常非常的怎麼講 保守 就是我不敢買太重的東西 然後這個又還蠻有份量的 好那這個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這一個呢 是我買的552的DUP 他們家的假睫毛膠 這個假睫毛膠 我是無限回購的產品吧 從我大學開始會帶假睫毛之後 我幾乎所有的假睫毛膠都是用這一款 然後我去日本我只買了一支補貨 但是因為我之前可能某一支影片 也有跟大家講過 我目前開封正在使用的只有三支 但因為我沒有備用品了 所以我就買了一支來囤貨 囤貨一支是不是有點少 我是不是真的買得很保守 好 就回台灣就是在整理這些東西的時候啊 我就覺得喔 當初真的是買得很少 好自己講 好這個呢其實是我隨便抓的東西 我也沒有看任何人推薦好不好用或什麼 我只是單純因為我本身的黑眼圈很嚴重 然後我看到這個圖片之後 就覺得 嗯 應該要買一下試試看 因為它應該是主要闖掉黑眼圈的部分吧 嗯 它是一個美容專用的東西 上面漢字寫的是 早上跟晚上各用一次 這是消除黑眼圈的 我也會再開封來用 這個是資深堂他們家出的一個類 護唇膏的東西 然後 嗯 這個應該是比較適合那種 嘴皮很乾的人用 因為我之前 呃 去年吧 去年還是前年就看到 那一陣子的日本代購 很多人都在買這個東西 所以我那時候本來就對它滿有興趣 因為是資深堂出的 然後 又不會很貴 我忘記多少錢 但是它不貴 可能 兩三百台幣之類的 反正就是它不貴 所以是一個開價等級的產品 去日本玩之後啊 我最近蠻喜歡這種淡淡的 然後有一點點 微微亮亮的這種唇膏 所以我也買了幾支 看一看 因為我本身是唇膏控 所以呢 我去日本呢 買了三支唇膏 這三支唇膏都是同一個牌子 這個牌子呢 它其實不是在一般的藥妝店 會找得到的牌子 然後我是在百貨公司裡面的那種 藥妝店看到的 但它價格我覺得算中等價位 就可能 四五百台幣左右吧 我沒記錯的話 因為真的是買太多東西 很難記價錢 然後其中它賣的最好的顏色是 這一支五號色 我先打開這一支給大家看一下 是 看起來像是亮橘色 擦起來很像那種 潤色護唇膏的質地 顏色很好看耶 是仙女的顏色 我擦在手上給大家看一下 像是潤唇膏的質地 所以它擦起來會是像這樣子 呃 一點點潤色的感覺而已 但是它很亮 它會比就是護唇膏還要亮 但是又不會像唇蜜黏黏的感覺 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在嘴巴上的感覺很好 我另外買的這一支二號色 它是比較偏粉色的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個系列 就是比較細的 我買的是102 全部都把它拆開試一下好了 我剛剛試的這個是05號嘛 給大家看一下喔 這是05號 好 然後現在這一支02號 看起來是比較粉一點的顏色 實際真的很滑 非常滑順 然後 我覺得 它的那個滑度感覺是比較油 但是不會厚的感覺 然後 嗯 又不像有一些那種 潤唇膏 會 因為潤唇膏就是這種濕濕滑滑的嘛 然後有一些潤唇膏會 讓你覺得好像一勾東西 在你的 就是一坨 一坨的感覺在你的嘴巴上 然後你稍微微微微 就會有點溢出來那種感覺 就是太厚 但這完全不會 就是你 來回的上 也不會變很厚 就是還不錯 這是2號 就比較偏粉 剛剛那一支比較偏橘 就是都是非常非常良家婦女的顏色 然後 嗯 就是 可能對男生來說也比較沒有那種 侵略性的顏色 然後呢 這是另外一個系列 比較細的 衛生紙 把它們擦掉的話 它其實會 已經有印顏色在我的嘴唇上 所以說 你就算吃東西它掉了 也不會就是 完全 就是嘴唇變得沒有血色的感覺 再來 這一支 102呢 是比較豆沙 就是膚色的顏色 但是顯色度好像是這個系列 就是細管的會比較好 擦起來超好看 它在就是你直接這樣看的時候啊 你會覺得它是一個很膚色很裸色的顏色 但是擦在嘴巴上 它會變這樣 就是 其實沒有那麼裸 然後 然後 我覺得蠻好看的 而且它非常遮唇色 如果你是唇色深的人 我會比較建議你買 細管的這個 因為它比較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這是第一個 05號 這樣上在手上看起來很淡對不對 可是上在嘴巴上其實 好像沒有這麼淡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這是02號 就是偏粉很明顯 一個橘一個粉 這個是這一支 102 它在手上看起來是那種 豆沙裸色的感覺 然後很明顯 它比前面兩支亮 也比前面兩支顯色 所以就是 比較遮唇色一點 然後看起來更有涼 很像唇蜜的那種 妝效 我發現路上很多女生通通都是擦這種 亮面的唇膏 所以呢我這次買的 全部都是亮面的 就是這三支 好然後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 新買的 假疊毛 這一個 我買了 05跟06 我沒記錯的話 好像Pony有帶過06號 在它某一個化妝影片裡面 然後它這一款 我之前就在台灣康氏沒買過 但是就是比較貴一點點 然後日本的話 好像是 980還是1000日幣吧 然後再加退稅這樣子 其實差不多 但是台灣就是還是會貴一點嘛 這個系列我覺得是真的很好戴 因為它的毛很軟 然後大家可以仔細看 就是它的那個夾前毛 是很細的那種 所以會很像你自然的睫毛 我之前戴這個的時候 就常常會被人家問 是不是接睫毛還是什麼 因為它真的很自然 然後我買的這個 05號是 稍微比較短一點點 然後06號稍微長一點的感覺 我很喜歡這個 但是就是 比較貴一點嘛 然後呢 另外一款其實我 沒有看過人家推薦 只是我在日本的時候看到 我覺得看起來也不錯 就一起買了 好像是900塊日幣之類的吧 就是 稍微的便宜一點點 然後這個是108 這個是103 我發現它 比較長 就是 這個地方比較長 因為像我眼睛比較長嘛 所以我一般戴這種假睫毛 我都不需要修剪它的長度 就是我可以直接戴 然後有一些其實我沒有辦法 就是戴到太後面 因為我戴到太後面的時候 就會覺得前面太空 所以稍微要隔一點點距離 然後像這個的話 它也是比較細的那種 假睫毛 就是不會太粗 但是它的寬度是 就是比較長一點的 所以我想說 可以試試看 其實我自己在選假睫毛的時候 發現我其實都喜歡眼尾長的 因為我覺得眼尾長看起來 會比較 呃...美的感覺 然後如果你是中間長的話 會覺得眼睛比較圓 就是那種 比較 呃...怎麼講 清美 清甜 路線的 就是眼睛比較水旺旺 再來呢 這個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 呃...台灣其實也都買得到 但是我自己的 沒錯的話台灣價錢是蠻貴的 但是因為呢 我身邊還有很多化妝稅 所以我買的這個是小瓶的 小瓶的好像才 一千一一千二日幣吧 但是我想說 第一個是我行李重量已經太重了 第二個是我 其實還有很多化妝水 在等我用完它們 所以我不敢買大瓶的 我就先買小瓶的 想要試試看 還不知道這個是什麼的人呢 他其實是 呃...針對毛孔 或者是出油 或者是 就是一些痘痘粉刺問題的人使用 他上面寫的是 他會有微涼感 然後主要是針對毛孔阿 角質阿 這一些的 然後他有一點點 酸性 就是他是酸類的產品 像我是混合肌 然後 呃...我非常容易 就是一陣子一陣子 就會突然的 爆粉刺爆痘 就是一陣子 不一定 但我最近覺得 我最近這一陣子的感覺是 內分泌失調的問題 這一陣子就是 慢慢的修復之後 我覺得有好一點點 但是就是 狀況也不是很好 可是 當我回頭再去用酸類產品的時候 我覺得 好像 容易出油的皮膚 真的是離不開酸類的產品 所以呢我就買了它試試看 而且網路上大家應該有可以找到 很多關於這個的 一些使用心得 所以 我就買來試試看 這個呢其實也是我 我剛好看到 所以就買了 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你猜得到這什麼嗎 其實我覺得我一眼晃過去 我就被它吸引 我覺得很吸引我 你看這邊是一個女生 然後她不小心沾到衣服之後 它下面寫的是口紅啊 或者是你吃東西啊 沾到東西之類的 它是清潔衣服的污漬用的一個東西 我覺得日本就是會有這種 很神奇的小物 就是發明這些Lily Coco的東西 但是又覺得很好用 很驚奇的這種小物 它寫的是水性或是油性的東西 都可以洗得掉 再來呢是開箱的眼影 對 我這次去日本呢買了 只買了這一顆眼影 這個是Excel他們的新色 他們的每一個顏色我都有 然後 其實每一個顏色長得都很像啦 可是他們家的這個大地色眼影 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推薦給大地主一定要收 因為它雖然這個外殼就是塑膠感很重 就是開架的包裝 但是它價格也不便宜 就是可能四百四五百台幣左右 我不知道現在匯率換算起來 到底是多少錢 但是其實它滿貴的 以開架來講啦 可是它的粉質真的是媲美專櫃 完全不會有就是什麼非粉啊 不顯色啊什麼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一款開架的專櫃產品 因為我本身對於粉質的這種東西 是算是挑的 因為我的眼影其實我很不喜歡那種 看起來粉質顆粒感很大的那種 因為像說實話就是 最近滿多YouTuber或者是一些 部落客他們可能會就是拍那種 半邊臉用開架半邊臉用專櫃 然後讓大家猜哪一邊是專櫃哪一邊是開架 可是我 我自己目前看到為止 就是我通常猜的都是對的 就是我覺得我都會很覺得很明顯看得出來 有一些開架的產品那個粉質顆粒真的太大 所以說這一款真的是我覺得看不出來是開架產品的一個眼影 推薦大家趕快去買 再來我還買了兩款腮紅 我最近這一陣子真的是腮紅控 尤其是去日本之後你越會被腮紅感染 因為日本女生他們都會上滿可愛的那種腮紅 就算是大素顏也要刷一點腮紅 我的觀察發現了 可是我覺得是真的你素 就算素顏 差一點點淡淡的腮紅其實也會覺得氣色比較好 這一顆是新色PW39 就是透明感的那個紫色 它其實因為像我是健康膚色 我上這個顏色如果上太重的話 會有一點點白感 就是有點像粉白白的那種感覺 有點腮紅太白的感覺 這形容蠻奇怪的 所以這個我只能薄薄擦 薄薄擦就會有那個透明肌的感覺 就是透透的粉 可是如果上這個顏色上太多 因為它稍微的帶白掉的感覺 它沒有到這麼的紅 所以如果你上太多的時候就會覺得這一塊白白的 這個其實我看很久了 可是我從來沒有想要買過它 可是因為我在日本的時候 就是在滑手機看到有什麼可以買的時候 就剛好看到這一顆的08號 我看到很就是好像蠻多人推薦這個顏色 然後它其實看起來就是一個很普通的粉色 但是我在網路上面看到照片 覺得看起來也是那種 有點透明感的那種粉色調 就是這兩個其實都是走 芭比娃娃粉的路線 然後再來介紹一下這一瓶 這一瓶呢 我也買了一瓶送給我的好姐妹 這個是 資深堂他們的開架的品牌 開架的髮品的品牌 然後其實我一直很想試試看他們家的 洗髮精跟潤髮乳 但是最近因為我頭髮尾巴有漂色 我不知道 這樣應該看得出來吧 它有點亞麻綠亞麻綠的感覺 這個看得出來嗎 有 有沒有 亞麻綠 然後它因為下面這一段漂色之後啊 我的髮尾會比較乾一點 雖然說它沒有像稻草啦 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相對來說還是比以前 比以前要乾 所以我最近就是髮尾的部分 都會用一些護髮膜之類的東西 然後剛好看到他們家出了這個新的產品 這個台灣應該也有了 但是我不確定 因為我還沒有在台灣的開架看到 或者是我沒有注意到 但我去日本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帶這個 我沒記錯的話 大概是980日幣吧 然後它叫做零秒護髮膜的意思就是 因為通常護髮膜它不像潤髮乳一樣 就是你上上去之後你要等一下 大概三五分鐘至少 那通常我在用護髮膜的時候 我都是上完之後可能就去刷牙 或是卸妝之類的 讓它靜置個三五分鐘之後再沖掉 才會有那個護髮膜的效果 但是這個叫零秒護髮膜的意思就是 它可以跟潤髮乳一樣 不需要等太久 就是你上完之後 馬上沖掉都會有那個柔順的感覺 接下來呢進入重點了 就是這兩支 這一次我去日本買最貴的彩妝類的東西 這也不算彩妝類的東西 這個是彩妝工具 這兩支是白鳳堂的刷具 你看超美超級美 它的毛 我跟你講 它的這個毛 真的是 like a baby 你知道嗎 就是很像 baby的頭髮那麼細的感覺 先講一下這兩支刷子是什麼 這一支刷子的型號 我看一下喔 它叫做SE05 這一支是 因為那時候服務我的店員 是一個日本的店員 然後 它英文還蠻好的 所以就是 溝通上面很愉快 第一支它跟我介紹的時候 它說它叫Foundation Brush 是4 Powder 所以基本上 我可能會把它拿來就是刷粉餅 或是刷蜜粉 都可以 然後它比較是這種 很軟的這種 因為其實平常我們在 要上粉餅的時候 你用海綿上 其實會比較容易斑駁結塊 因為粉餅其實它有遮蓋力 那如果你厚 就是厚重的這樣壓上去的時候 你剛上完妝的時候 OK 可以看 但是 就是如果你是會出油的人 到下午它一定會結塊 因為它粉嘛 粉的東西碰到油 它一定會結塊 就像 麵粉 揉麵粉的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說 你最好就是上薄薄的一層就好了 那這一支刷子 然後另外這一支呢 叫做S103 這一支是Highlight 就是打高光 或是打亮 的時候用的 就是你可以上在這邊 T字 或者是臉頰都OK 所以它做的是這種尖頭的 然後那個時候 貴姐跟我說 它也可以刷腮紅 但我是不知道啦 因為我看他們的那個 DM上的介紹 好像沒有講到腮紅 可是 那個貴姐跟我說 這個可以就是 或者是Blush 或者是Highlight都可以 大家看一下 就是 我之前就有買過白鳳堂的刷子 之前 很久之前有一個白鳳堂刷具的開箱嘛 然後 比起來 我覺得這一支好髒 那個時候 我買的這一支是S104 這一支是大的蜜粉刷 應該看得出來 我很常用它吧 然後 喔對了 看到這個刷子 一定會很多人說我刷子 為什麼這麼髒 我先說一下 因為他們家的這個刷子呢 柜姐也是跟我說 她建議我不要太常清洗 太常清洗會比較容易破壞 就是它會比較容易炸開 然後你在清洗的時候呢 你千萬不要這樣子清洗 一定要就是這樣子順著它的毛細 會比較好 然後千萬不要這樣子沾東西 它會非常容易就是 你知道爆炸開花 他們家的刷子 雖然是有一點貴 大概可能都要2000台幣上下 看你買大的刷子還是小的刷子 可是因為我覺得 現在一般的專櫃的刷子 價錢也越來越高 然後 我覺得 這樣子比較起來的話 白鳳堂的刷子 其實也沒有比現在一般的 專櫃刷具貴多少 然後它的品質又是 我覺得會比一般專櫃的刷具來的好 因為畢竟它是專門做刷具的 所以說 如果大家有趣趣本的話 可以去買 最後呢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一些小東西 好 第一個呢 我先講我這個 頭上的這個 它其實是我在日本買的一個小頭飾 而且它其實不會很貴 它才300日幣 我覺得還OK 我發現日本女生 他們版頭髮一定會用一些小髮飾 所以呢 去那邊當然少不了買一些髮飾 這個它其實是一個 就是這種 你知道什麼 鯊魚夾嗎 然後我看很多人都會 平常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怎麼 整理頭髮的話 反正你就是 夾一個這個公主頭就對了 我現在這樣很好笑的 好 反正就是 這種夾子 其實我覺得很好用 就是你隨便夾一下就蠻有型 然後最近又流行秋冬到了嘛 就流行這種毛毛的材質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最近秋冬呢 也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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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這種毛球 你去日本街上看 就是幾乎每個女生 幾乎啦 應該超過一半的女生都戴這個 有沒有 怎麼樣喔 就是很秋冬的感覺 還有一個是我覺得 稍微特別一點的毛球 它是雙色的 兩個顏色 然後比較大顆一點 所以戴起來大概就會是像這樣子 這個比較 比較花 比較大的花的時候 可能就是適合就是你的 髮型比較素的時候可以戴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那種毛毛的 你覺得那個對你來說有點太over的話 這個我覺得也不錯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這個我覺得很好看 就是上班啊 然後穿個洋裝啊 都可以配這個 好啦那今天的日本戰利品分享 就到這邊啦 現在的時間是晚上十二點 九明天還要上班呢 很抱歉 最後呢還是要跟大家說聲很抱歉 今天的燈光 可能不是這麼的OK 然後我會再想辦法解決一下 那個燈光閃爍的問題 我最近其實打算來找 就是大掃除一下我的房間 我房間的東西實在是已經越積越多了 所以說 我可能 因為我從日本回來之後的那個化妝盒 化妝箱 都還沒有整理 所以我想說 下一次影片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去日本的時候 帶了哪一些東西在身上 所以有興趣的人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或是可以在這個影片下面幫我按個like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